中国发展论坛落幕之后 我们昨天有提到 因为突然有一个神秘的邀请函 邀请了这些美国企业 是不是执行长们可以见一面 但是他们收到这个邀请函的时候 都很有默契知道 是习近平邀请他们了 我们昨天有曝光这个消息 今天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了 也就是说有他们会中合照的画面 还有包含了习近平直接对这个 美国的一些工商界代表说 欢迎你们 欢迎深耕在中国 我们来听听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是靠人民书写 未来呢 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两国各界人士要多来往 多交流 多合作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看 这个习近平等于说亲自跟这些美国的企业来喊话说 希望你们可以多交流 多在这个中国大陆来生根 而且他们的大合照也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习近平站在中间 但是第一排的这个官员们 也都跟企业领袖交叉着站 这一位是王毅啊 王文涛啊这样子 还有这个企业的一些领袖交叉站给足了尊重 那其他会见这一些美方人士喔 大概历时是90分钟 外界也注意到啊 这些美方代表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有影响性 比方说像是保险巨头啊 还有投资这个巨头黑石集团 高通的总裁啊 辉瑞的总裁啊 甚至还有哈佛跟乃迪学院的院长喔 一些这个国会的药角都在这个会中也都有发言 所以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那大家都有这个频繁的这些交流 那他们讲说呢 当时在邀请函是其实是在这个 等于说高层发展高层论坛 最后呢 他们就有收到一封这个邀请函 那因为没有署名喔 所以这些美气CEO都有这个默契 想说啊 这个是来自于习近平的邀请 所以大家就纷纷改行程 要在中国大陆再多留几天 然后为了要跟习近平见上一面 那我们看看这个彭博讲说 这其实是在论坛结束后 才这样子交给了这些CEO 那他们知道说这些药角喔 过去有跟习近平在旧金山见过面 当时的邀请函也都是这样子来发出来 所以他们就默契 啊这个是老朋友来的邀请函喔 所以他们就很自然而然 赶快就去更改他们的行程 那现在呢 华尔街日报或是一些美国媒体 看到这些企业大佬们 很积极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投资啊 或是生根的动作 坐不住啦 所以他们就积极的要劝 劝退他们 然后他们说 在华的美国企业生存空间 受到许多的因素的挤压 包含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 有针锋相对的贸易 还有出口措施 那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对于自己自足的需求跟追求 所以他们好像想要劝退他们不要在中国大陆多做投资喔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看这个旅特也去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 那其实习近平也对他讲 讲说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的科技进步的步伐 那他提到的就是爱斯摩尔 那当然旅特他讲说 现在没有办法 这个身为首相 他可能也不方便多说什么 他说呢 这个我不能透露对于荷兰半导体产业 或是爱斯摩尔的方针 但当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的时候 从来是不会针对某个国家 也就是说他不太希望说他们是被中国大陆理解成 他们是站队在美国这一边的 那再来 现在美国也要求日本荷兰的盟友 停止服务中国的顾客喔 那美国的商务部次长 他这样子在喊话 感觉好像隔空在对旅特放话 就说你别想要这个好像摆脱我们啊 我们这个我是站在一起的盟友啊 你可别自己就这样子 去跟中国大陆站队在一块儿咯 那另外还有这个新加坡 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场面 也就是刘建超跟李显龙见面了 那他说新加坡我们是看好 中国大陆发展的前景 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发展优势 经济任性很强不会见顶 那当然反映在一些指标性的企业 我们看今天的一些消息 跟华为有关的 他的这个平板的电脑赛道 竟然已经销售量超过了苹果了 而且大家更关注的是 Mate60之后的新一代机皇 就是P70 今天竟然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他想说是要发表了吗 那相关消息 真的在华为超话里面讲说 据说今天会上架到华为商城 所以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 还不止如此 其实就连这个资博烧烤又再热起来了 那你看看这个店家为了要求个悠闲 还自刷差评 就说希望大家不要来吃 结果没想到还有很多人留言说 我就要来吃吃看有多难吃 让这个店家真的是有一点 就是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 那所以马凯硕难怪会这样讲 讲说这个中国人决定要富 要富起来 没人可以阻挡 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建老师 我想习近平见美国这次去大陆访问的这些 工商业界的这些巨头 第一个这些不是一般的中小企业 都是美国在各行业的 领军的行业 而且他们的实际的负责人 我想它的意义其实很清楚 就是向这些美国的工商业界 传递一个讯息 就是虽然就是说 美国的政府对中国极为摆有敌意 采取了很多脱钩锻炼 甚至违反国际贸易法的制裁 这种作为中国大陆方面 对美国的工商业界基本上维持开放欢迎 然后给予市场开放 跟尊重他们在中国市场发展权 这个政策只会往前走 不会往后走 因为一般国家碰到一个不友善国家的话 它会相对的这样报复的 可是我想习近平跟美国的这些工商业领袖 传达最大的讯息就是说 中国的大门还是开给美国的这些公司的 他们可以在中国大陆尽量来做发展 中国大陆的是全面配合的 所以这个背后反映了 就是中国大陆在面临 美国设下的各种这种 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还有经济现况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作为 敌视 破坏 抵制 或者说怎么样 攻击性的作为 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的回应方式 就是把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的更大 用更开放来抵制美国政府的 这种对中国的封闭 然后一种不友善 所以我想这个讯息是既大声也很明确 那么而且由习近平亲自出来 跟这些大佬见面 那我想当然目的是什么 目的我想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政府 过去的政府一样 非常目标指向 我想中国大陆现在从习近平到李强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具体的可衡量的指标 就是今年2024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力 要尽一切手段达到5% 那有人这个国际组织像IMF像World Bank 给中国大陆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的指标是4.5% 其实问题不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 问题在国际的需求减低 那么国际主要的市场本身经济不景气 像比如说像欧洲的市场就很不景气 那美国的采购能力也是有问题 再加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友善 所以中国大陆设定了一个5%的目标 我觉得大概就是要全力以赴 你就看中国大陆的政府为了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 他们是等于说全力以赴 那最近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的开放上 也不是只说不做 因为让全世界尤其是金融业都感到很震惊的 中国大陆开放 外资在银行及保险业 可以100%持股在中国开设公司经营 这个对很多国家来讲 都自己都做不到的 可是中国大陆居然有这种程度的开放 所以我觉得他们决心是很强 而且也不是光说不练 可能会有更多 我觉得开放中国不管是制造业 还有服务业市场的这种措施 我觉得今年可能都会相继出台 好 将军 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来讲跟中国竞争 其实归根结底最后一句话 就是为了晶片 就是科技的竞争 我们知道人类已经走到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发明 第二次是电器 第三次是电脑 现在来讲AI智慧也可以说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那AI产业就是晶片产业了 2023年的时候 彭博社预估会有一兆美元的这么大的一个产值 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绝对不会把这块大饼分给中国来使用 所以它无论如何 它在晶片科技这块一定要卡住中国的脖子 不让它来发展 那我今天来讲很简单跟大家我们来分析一下 中国有没有机会挣脱这个卡脖子 我们知道晶片靠了 这是去看这个铝特 荷兰的首相最主要就是 他们荷兰的光科技 什么叫光科技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 极深紫外光 对不对 这个深紫外光 我们知道一般光它有波长 波长大概从就是奈米为计算 这边 中间这块是可见光 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这边是红外线 这边就紫外光 那一片奈米 一片晶片上面 你知道有多少个电晶体在上面 有最少三十亿个 也就是它每一个距离都用奈米来计算 大概一奈米是十亿分之一 我跟各位讲 这距离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我们一个病毒大概一百奈米 也就是说如果说 才一人做出来一奈米的话 它一个电晶体的精度 只有可以放一百克的病毒 才抵得上它一奈米 所以你想想看这种技术有多难 那它来讲的话 就是必须要用紫外光 就是越往这边的波长越短 要到一奈米 像这边我现在列出来 大概只有一百奈米 所以说极深就是 深紫外光就是往这边 越往这边 要到波长要到一奈米 才可以刻出这种光刻机 好 那这就是艾斯摩尔所做 所谓的光刻机 那我们要知道 我这样讲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艾斯摩尔这个光刻机 其实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那以往来讲的话 比如说高中他负责设计这个晶片 对不对 然后艾斯摩尔负责出这个光刻机 我们台积电负责来制造这个晶片 大概有一个产业链供应 但美国现在发现不对了 你中国来讲的话 我继续让你生产晶片来讲的话 你将来就会把我吃掉 这一兆美元的这种产业值来讲的话 我就被你瓜分掉 我现在美国制造业已经落后了 我现在唯有靠晶片 这个才可以我才可以维持 我世界霸主的地位 所以他觉得要卡中国的脖子 这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 我们按照这样来看的话 中国有没有机会来卡脱这个脖子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一个机会 就是华为 因为我看华为 今年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投资在这方面来讲 已经到9795亿美元 那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他年增长是87%的这种增长幅度 他们预估以后会到一兆人民币的这种幅度 那也就是说 当华为他有人才 这我们可以确定的 他有人才 他有这些资金 如果再加上他有决心 那他还有市场 市场是什么 就俄罗斯 这个非洲 或中东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国家当然都要用晶片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他有这些能力来讲的话 华为他集合国家的力量 集合他的人才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他应该可以制造出晶片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旅客这么紧张 要去拜访中国 是不是想要说是 继续把这个财品卖给中国 不然他这么贵的一台机器 他没地方卖的话 对荷兰来讲的话影响很大 如果中国自己做出来 对他影响更大 好 来问郑老师 习近平 大家在其他周围 跟马英九见面 可是你要知道 他是个大国 他几乎每天 都跟各国的政要见面 台湾因为没什么邦交 我们蔡英文就窝在那里 他可以这一次跟美国的工商句子 跟他们学术界这些大佬见面 那意义跟是不同 其实刚刚看那个画面 我看那个实景 有一个人还用中文跟他讲说 你好 习近平说你好 那种气氛整个散发出来 那你跟美国 你看拜登 这几年从川普开始 等待大家有钱赚 大家所谓的全球化 开始改对中国的制裁 要大家配合 要大家跟 搞得这些生意人就很为难 他们本来在观望 看看谁会打得赢 本来预设说 那中国大概挺不过去 那在家你看最近俄乌战争 战火从经济贸易战 打到市值的战争 你想让这些生意人多难过 然后这次习近平就在讲说 过去都一直有讲什么 中国崩溃论 但是没有崩溃 现在在讲说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见顶到顶了 他说不会见顶 我们还是继续弄 他讲了很多礼语俗语 他说从善如登 登山 从善如崩 因为这个中国崩溃论 都是这些家都在讲 他一直讲说 大河有水 小河也满 小河有水 大河也满 意思是说 大家一起希望创造 他一直讲 和平繁荣的环境 真的不是这样子吗 全世界大家多么渴望 人类难得 有这么好的生产力 这么好的科技 应该是个和平的环境 谁在弄 谁在破坏 美国很清楚 刚刚前面提到那个荷兰的旅客 他才要跟中国稍微示好 他们那个商务部 隔空就警告 他们不就是这样吗 美国包括他们这次叶伦 他们才说又要去中国了 来都是勒索 恐吓 要挟 然后叫大家要跟 不跟的就准备揍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就全世界来讲 大家已经苦美国九一 那这一次 不止是他这一部分 他见完这些人之后 后面延续在海南岛 就博鳌论坛了 习近平也发表讲话 整个都是那样一个基调 希望大家和平 希望大家繁荣 希望大家一起来 不可能把中国打死的 有机会有钱 大家一起赚 他同时也开放 他不是刚才 介大使讲的那些 海南岛那个自贸区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 具体的开放措施 你想想想看 这些大佬 这些有钱人 亲自见了一面 听到这种声音 感受到实时的政策 再回头一看 那个拜登那个样子 他终究得做选择 到底要跟哪一边 才真的有钱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因为像联合国的专家报告 判定了 以色列在加萨 犯下了种族灭绝 所以这等于说 在联合国这边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声浪出来了 纳坦雅胡是不是也被视为 像是希特勒 史达林这样的一般的角色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美国在安理会的时候 他是投下了弃权票 让现在纳坦雅胡爆气 所以他这个跟拜登等于说闹僵了 当时他们两个人是 就是在恐怖攻击之后呢 其实是关系还不错的 可是现在两个人闹僵的情况下 他已经取消访美了 那看看这个联合国 他们现在首次安理会通过了 加萨停火的决议 美国在这个决议中 投下了弃权票 此举惹怒了 惹怒了这个纳坦雅胡 那所以你看看 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 他就讲说 以色列人似乎在迁怒美国 别这样好吗 那所以在关系激动之下 可能拜登跟纳坦雅胡 已经没有办法再沟通了 两个人僵了 那就只剩这个两国的防长来见面 在五角大厦 这个以色列的防长 跟奥斯汀见面了 那奥斯汀就提醒他 加萨的人道主义灾难 正在恶化当中 所以现在也许只剩下防长 还可以谈 在这个美以两国大头闹僵之后呢 现在更难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对于美国来说 以巴也好 恶乌也好 感觉好像两头烧 现在是不是想要借着 菲律宾跟印度这两国来 牵制中国大陆呢 你看在这个大国纠葛当中 印度一直都有它的存在感 比方说 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消息 他说要抗中 对抗中国青门大户 他们说现在要以藏学 来培养强化前线的军力 那我们就很好奇 就进去看一下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新的抗中方式 结果他讲 他说呢 他们要有围棋六周的 这个藏学课 就是要去参观 藏传佛教寺庙 还有藏族的村庄 然后他们还希望 可以把这个课程延长到12周 我们就听完想说 了解藏传佛教就能够抗中吗 在台湾都还在那边 这个讲说什么宗教 什么是中国神 结果印度是反向操作 去了解佛学 那还有呢 看到印度的外长 他们讲说 在这个印中关系上面 我们绝对不会在边境问题 有任何的妥协 他说中国对于边境的主张 很荒谬 从头到尾都很荒谬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做法 就是他们要来盖这个围离 边境围离 那他说10年要斥资37亿美金 就大概台币1100多亿元 要盖长达1610公里的边境 来新建围离 那刚好就比起美国多10公里 因为美末的边境是1600公里 所以展现出来比美国更强的 这个大国自信 要用这个边境围离来解决这相关的问题 甚至呢印度人还喊出来 他们要守护印度洋 那他们现在有11艘的潜舰说在海上执行任务 这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可是这样子能够反制中国吗 因为中国大陆的潜舰就至少在这个 维基百科上面写说就是有60艘 所以感觉起来印度的自信真的是很大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场合 米尔斯海默我们知道 这个是大国政治的一个大腕 当时精准地预测了俄乌战争 那他去那边接受访问的时候 主持人是印度人 他就讲说未来世界的三级是中美俄 那印度的主持人就问说 那我们印度呢 我们来看看米尔斯海默的回答 What about India? Where do you see India standing in this? Well I would say first of all India is an aspiring great power the two building blocks of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population size and wealth you need a great deal of wealth and you need a lot of people to qualify as a great power what India has for sure is population size and it's growing wealthier and wealthier by the year I think according to most accounts it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it qualifies as a great power 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说印度很有报复 但还算不上大国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讲这个印度跟缅甸修这个围理 基本上是因为 这边有一些少数民族 事实上被印度统治 他事实上他要从印度 脱离印度独立 比如说有一个邦国 叫Nagaland 这个邦国事实上 他土地被分成 一边在缅甸 一边在印度 所以这些要追求 从印度独立的人 他可能会躲到缅甸这边来 因为两边都是 他们传统领域 所以这个国家 为什么被分裂 就是英国当时 殖民主义 去侵略人家这些传统 这些民族的土地的时候 把它分开了 印度一独立 英国人侵略土地都属他的 就是一边收了一大堆 收了一大堆 根本不是印度人 Nagaland是比较偏向于缅甸族的 现在印度有个东北角 就像我们叫Assam 那里面天天印度在里面 大开沙街 为什么 因为那边 不跟印度人无关 历史上是无关的 然后他们不希望日本 这个印度人的统治 前几个月你记不记得 印度族群冲突 就在这个区域 他里面民族复杂 所以他会修一千两百亿 跟这个印度缅甸 这个编乱 就是因为他侵占 侵占了 他侵占了别人的土地 他现在要靠这个围离 来永久化 所以印度是实行大印度主义 那所谓这个 他会尊重藏族 我觉得他根本是想用 对藏族的了解 来控制现在属于藏族的 两块土地 一个就是现在的藏南地区 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跟印度人根本就八竿子 打不到一些关系的 历史上 藏族是藏族 印度是印度族 所以他现在侵占了 我们中国藏族的土地 他想要永久侵占 所以他就花样很多 那事实上我认为 就是说 以印度人的做法的话 我觉得藏族在藏南的话 我想生活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印度他只要力量大 他就会把你吃掉 像过去像习经 这个印度在马来西亚 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小锅里面 像习经就被印度并吞了 他并吞之前用什么方法呢 大量印度人进入习经 最后印度人变成主流 他现在有用这种办法 吃尼泊尔 他要吃藏南 所以印度才不会尊重 什么藏族文化 所以我觉得 这是要多了解一下 历史背景就会很清楚 所以印度事实上是在 在南亚实行大印度主义 对周边的少数民族 这种做法非常残酷 所以他跟周边所有国家 都有过武力的冲突 他所有的邻国都对印度 都跟印度发生过极大的冲突 所以这一千 这个边境为例 就表示他跟缅甸的关系很糟糕 好 来问立将军 讲到印度三哥 我就要讲一些故事 让大家开心开心 这个印度的潜见 由于讲到这个潜见 你知道他的潜见哪里来的 他跟俄罗斯租的 花了三四亿美元 去跟俄罗斯租这个潜见 然后租完这个潜见 所以他现在认为自己是洋洋大国 当然这不是他自己造 也不是他自己国产的 那如果说是跟中国对抗打沉了 我就不晓得说 俄国要不要跟他要钱 说你跟我租着 你要不要赔我 就像有些人去租超跑来 冲面子 对啊 印度军我们都不讲 其他的飞机 什么航空母舰 什么都 我们就光讲他潜见的故事好了 在2013年的时候 印度的潜见有一天很神勇 他发射了一颗飞弹出去 突然在船屋里面 突然射了一颗飞弹出去 然后打伤自己的船 结果那颗飞弹发射的时候 把自己的潜见弄爆炸 沉掉了 这个自己 然后打伤自己的船 把自己的船 所以说印度这个飞弹好 所以要特别小心 印度自己也要小心 第二个故事 印度还有一个更扯的 这个2018年的时候 他有一艘核之潜见 我不晓得是不是跟俄罗斯租的那艘 他突然沉掉了 为什么沉掉呢 因为他下沉的时候 忘了关舱门 结果他就下潜了 结果他下潜 以后孩子也刀怪 进狱以后就把这套 这个盒子潜见 后来好像撈起来 撈起来后修好了 第二次的故事 他可以连舱门都忘了关 第三个在2021年的时候 他在巴黎岛 有一艘检验 那很不幸 他不要在那边试射 什么这个鱼雷还干什么 也是自己把自己搞沉了 53个官兵沉在下面 后来因为没有养殡 全部这个阴攻阵亡 所以说印度现在很想 如果说是 他讲到印度的军 我就很兴奋 就不管是飞机 或者是航空母舰 或战车 或现在潜舰 其实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就比如他讲 他的光辉战机 对不对 前两天摔了一架 然后在新加坡航空展 上个月 新加坡航空展的时候 他这个 这个要出来表演的时候 虽然喊咖不停 为什么因为飞机故障起飞 所有飞机都不能起飞 所以印度要在这个印度洋跟中国对抗 我觉得我们就当做笑话看看就好 那至于以色列 我觉得来讲的话 这次虽然说联合国通过了2728号决议案 要求他们自己停火 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这个纳南亚湖一定会蛋干到底 大概会像拉法进攻 这个世界上面最严重的一次人道危机 我们可以很悲伤的准备 看着这个悲剧可能会发生 好 郑老师 前面提到说习近平一直希望对全世界表达 中国要和平发展 要跟多方与林为善 可是很清楚的 美国人并不想让中国人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特别是刚刚提到印度就不用再讲了 印度是蠢蠢欲动 那美国就给他填头 那连以前印度其实跟俄国都非常好 这次俄乌战争之后 他们得了便宜又卖乖 事实上某种程度是往美国那边靠 那更重要的是 现在美国人拿着菲律宾在那边生事 大家其实不太知道 最近是冲突是非常非常严重 大家都知道仁爱交那个地方 已经好几次菲律宾介意要补给 那就是要强行登陆 强行要扩大那个地方的占领 那中国大陆已经用海巡 包括这个直接以及那个水炮 那个水炮军作威力很强 打了那个菲律宾的渔船 白旗都摇出来这边投降投降 他们有一些军方还受得伤 但看起来菲律宾总统出来讲话 还要继续干 那就表示说这是个难局 不只这样 前阵还有个什么叫铁线礁 离菲律宾很近 他们就搞了所谓34个科学研究考察人要上去 然后就强行登陆到那个礁上面 跟随来一些日本的记者 日本也是我刚刚提到 配合美国那么热事的 那中国大陆怎么办呢 他用了一招 他们用那么威力很强的直升机 就到那个小沙胶上面 用随身机这样弄弄 震得大家东倒西歪 最后乖乖的狼狈而逃 可是刚刚就在今天 中国的国防部的对外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就问 他说美国的布林肯公开的挑衅 说他们跟菲律宾是有军事结盟关系的 他们是要挺菲律宾的 美国的菲律宾的政府还启动一个叫做 全面群岛防御规划的一个战略 那该怎么办呢 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就讲说 中国大陆立场很清楚 反对外来的介入 反对外来的侵略 包括你美国人整个就是 他讲明就是美国你在那边推动 在那边惹事 美国你没有任何的正当性跟权力 可以来介入 就算你跟菲律宾讲说 你们有什么联盟 意思是说中国也不会怕 你要就来 所以我看这个地方 如果以菲律宾这个马可思 一而再再而三 受了错 他还是不 所以双方大家就绞尽老师 到目前只是没有真刀实枪 可是看起来 美国人是很希望能够做到擦枪走火 那中国当然不希望这个时候 真正产生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圈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工业人士郑村奇 大家好 钱大使借文吉 翟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推议少将栗正杰 翟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先来关注一下马锡二会 现在看起来 这个讯息越来越明确了 港媒香港01的报道 他说经过北极消息人士的求证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英九 确定在计划中 不过见面的具体时间跟形式 还在沟通跟运作 那郑元哥也有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幕 他说他笃定习近平想跟马英九见面 现在大陆民意对于台湾的敌意空前高涨 那习近平作为领导人 是想把气氛给缓和下来 那不止马英九嘛 竟然说其实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也即将要访问大陆 很可能也会跟习近平碰面 那现在传出这一位重量级人物 可能是前副总统吕秀莲 但是吕秀莲的办公室立刻跳出来 驳斥说完全没有这回事情 不要误传 那我们看看还有一些绿营的人 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就说 那个马英九你去到那边要喊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立刻被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肖旭成给打脸 他说这就是一个奇怪的台独言论 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怎么可能让马英九去帮你们去宣扬 去传达你们的台独主张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再来看看现在目前两岸的僵局 因为这个金门有军职的调克 现在还没有办法回来 你看三立新闻立刻有讲说 这是政治肉票 怎么可以扣住呢 那国台办的讲法是说 会做一些妥善的处理 但是目前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会释放 但是今天管病林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到海巡随时准备接人 基于人道跟这个搜救公约 希望让胡姓士官能够很快回来 海巡署也随时准备接人的相关工作 那其实呢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听到说在金门这边会有一些实弹射击 就有人问了国台办这件事 他说呢究竟是例行性的训练还是有针对性的挑衅呢 民进党当局心里比谁都还要清楚 所以国台办他们说会密切关注台军在金门的动向 如果挑衅姿势必遭失败 所以感觉起来四月份可能会更加紧张一些 还有大陆的海事部门在台湾的西侧水域 已经展开联合的巡航 这个是福建的海事局 还有东海的航海保障中心 他们3月27号就协同了上海海事局 在台湾西侧水域展开联合的巡航 所以包含了海巡01 海巡0802 海巡1630 等大型的海巡艇都在这边进行联合的巡航动作 还有呢刚刚的最新消息哦 就是邱国正的儿子 这个现在被控这个招冀染黄 现在国安局要火速立案调查 他说如果违法的话会依法来就办 那国安局说这个事情 他们会本着误网误众的相关原则 但是刚刚看到网路上面就有一些人 开始在讨论啦 就说啊会不会又有什么 什么阿共的阴谋啊 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没事没事啦 应该不会被弹劾了哦 因为毕竟这个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跟这个大陆女子在一起 好像也都没有事情哦 那还有人讲说 这一篇文章哦 感觉好像是这个绿营御用的记者写的 会不会有这个带风向的可能性呢 就这在PTE上面讨论非常的多 还有人讲说 这可能是得罪谁才被爆料的 或许也有可能是 是不是有打算这个赖清德要换掉国防部长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动作呢 因为之前 总统府不是讲说 这邱国政是自走炮吗 所以是不是开始有一些前奏出现了 而我们讲到昨天 其实唐凤哦 在立法院的时候有报告 我们的低轨卫星上半年要开通 他说这个叫做one web 那就是在紧急状况 也就是说在战争时期哦 可以使用 那之前我们本来都听说 我们想要用星链啊 现在为什么突然变成自己要 跟英国去租借这样子的一个one web呢 然后说 华府有重量人士跳出来讲 因为马斯克太轻忠了 纽约时报也这样报道 马斯克太轻忠 台湾不相信他 所以不愿意使用星链 竟然还有这一层的消息 这一层的考量 让大家觉得也是蛮讶异的 那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无人机 也要搞一个国家队嘛 那结果被发现到 在赖清德巡视的时候 隐情竟然是made in china 那很没面子啊 所以昨天他们就讲说 也是在这个立院讲到 他们说现在国防厂商安全调查 要剔除就是涉中关系的214人 这些厂商哦 就是所以他们不可以参加 这个相关的这些计划 那也不可以来贩售无人机给这个军方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 康贝尔通话这个中国大陆的副外长 现在强调说 这个稳定台海的一个重要性啊 他跟这个马朝旭有一个通话 所以现在感觉起来 美国的确很害怕 台海有任何的擦枪走火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 现在这个马锡二会 感觉好像更多细节曝光了 很久先不要去大陆了 当然就引起很大的注意 关键就是会不会这一次 跟马锡第二次又见面 当然看最近的新闻 几乎是确定了 政治上当然那个 从他们讲话那个语气 包括国台办的反应 几乎就是一定会成形 那我自己有个看法 就是说马英九这次再去 到底会跟上一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按照蔡震源的讲法 我不知道他那个消息从哪里来 他说习近平愿意见马英九 是为了缓和两岸的气氛 如果这个推论是不是说 这次马英九去 是中国那边邀请或者是暗示 或者是透过什么方式 让马英九这边觉得说 需要让他过去 还是马英九这边自己也是 很想在有个空间有个舞台 不要讲积极阴影 这个不知道了 但客观效果是会产生这样的缓和作用 要不然他可以不用让马英九去 或者不用把他当一回事 更不可能有马习二会 如果马习二会真的成形 蔡震源那个推断 不管谁主动了 是要缓和两岸的气氛 接着一大堆报道说 王金平很可能去 洪秀柱当然常常去 也在计划之中 宋主义也被点名 宋主义说没有拒绝 没有说弄 包括李秀林都被提出来 在谈到这个事情 他就表示说 一个很大的 一个一波浪潮 中国大陆希望能够行硕 不要因为蔡英文这八年 包括未来的赖清德 让两岸就这样子断了 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这次黑手 不断地搞 不断地在搞 让两岸几乎是兵凶战危 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最大 包括他们现在 等下我们谈到说 都在注重经济发展 如何让他复苏 如何让他在各个全世界里面 掌握这个历史的契机 让自己的国家发展好 图谋以后再说 并不急得在这个时候 在两岸的关系就要做个了断 所以美国人在这边散风点火 包括在男孩子绅士 中国大陆当然是希望能够 不要落入美国人的牵套 来缓和这个气氛 这个判断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重视 特别是我有两个看法 我认为马英九这次去 希望能够比上一次进步一点 说真的当年新加坡 那个马锡会 是吊架的 最后是挂个钩 严格讲的是 马英九八年把两岸关系 是搞到倒退 让台独在倒内如此嚣张 到这个蔡英文执政 搞得两岸几乎是敌对到 几乎断线 所以他应该将功补过 补过什么意思 马英九是很荒诞的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大统派 你看被绿营骂到简直不堪 但是马英九是实际上是怎么样 他公开讲 他是不同的 他不读当然清楚 他是不同的 所以他跑到大陆去 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他应该很清楚讲 他到底站不站成统一 记得投票前三天 他跑出来讲说 要相信习近平 然后讲一讲 然后讲到说 他相信台湾人民是 希望能够有机会统一的 他讲的是台湾人民 你马英九到底站不站成统一 不要在那边讲说 什么九二公司在那边绕圈子 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清清楚楚的 既然你已经是这样子 你应该公开表态 你是站成统一的 而且应该展开两岸 面对统一如何的进程 要具体的动作开始做 我认为这个应该的 大家都认为你是个大统派 结果实际上你做了这个不同 那不是非常非常矛盾 而这个矛盾长期 大陆那边大概是忍受了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因为是气氛紧张 马英九又去霍一霍 只表现了一种 缓和气氛的作用 其实是太浪费了 所以我认为说 第一个他应该积极地来做 第二个刚刚提到说 很多人都去 包括王金平 王金平其实上一次 差点成型 大概中华大陆以前 早期大家把他认为说 中国马英九 是号称中国国民党 常常没有中国 那王金平 他事实上被人认为是本土派 台湾国民党之类的 接近某种程度的台独 是被专门做伎 但他如果想去 我认为是应该是 大陆应该去开放心胸 上次有人就借机在媒体心理他 最后好事就落空了 这一次他如果要假借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宗教信仰很虔诚 要去山西五台山文书菩萨 要去那边拜见文书菩萨 当然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因为宗教开始 就看到马英九是从祭祖 从文化开始 如果能够因为这样子 开始上升到其他更多的接触 总体是好的 那听说到那个地方 还有什么神龙宫 神龙大帝 马英九这一次需要去 祭拜皇帝 这个炎黄子孙这些 总体形成一个氛围 为什么很重要 我听到一个 可能是真实 中国大会最近有一部 台湾过去的电影非常行 叫周楚楚三海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受教育 周楚楚三海就是 几乎是知道什么意思 可是台湾的年轻人 已经不知道周楚楚三海 是什么意思 那个文化断 那个整个落差很大 所以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 更多的交流 不要让民进党得逞 不要让台独得逞 更不要让美国那只黑手 能够为所欲为 我们人们重要讲的是 人们要有自己的自主性 我讲不客气点 以前台独国民党是在打压 你今天民党执政 为什么统派今天在台湾 好像变得是有罪一样 是谁形成的 这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这是个民主国家吗 台湾要不要统一 本来就应该光明正大 被提出来讨论 那你马英九做一个被认为说 烧成灰都是统派的 结果你搞不统 你不是很奇怪吗 希望你这一次能够明确的表达 就算引起再大的争论 也不过如实 也不过将功补过而已 好 来请教杰老师 我想马英九这次去大陆的目的很清楚 他定调就是和平之旅 也是现在两岸人民之间阴阴盼望 尤其台湾的 我想有理性 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 都希望两岸是和平的 都不希望战争 另外一点他是大陆邀请去的 大陆也希望他能够推动和平 我觉得两岸兵兵占围 很多事情我们冷静出来看的话 美国一直在那边 这个怎么样 这个天油加火 几乎是一个礼拜 一个美方重要人士说 大陆要2023年武统 2024年武统 2025年 每天在猜米比赛一样 干嘛 制造两岸紧张气氛 然后呢 这个什么绿扁帽也来了 然后呢军售呢 一下好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案那个案三亿 那个一亿 你干嘛 每天就是在散火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跟大陆主张的和平统一 事实上是背道而驰的 就有这个外力 不断在勾结台湾内部 这些 想要用这种非和平手段 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这群人 那这些人来讲的话 制造两岸紧张气氛 那马英九 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 他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和平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他去是有重大意义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这次去三个地方 第一个去广州 那可以了解 黄花钢七十二列四 黄埔军校 那么这个 中国的近代的统一 这个从这个 北伐都是从广州开始 所以他一定会去广州 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这一页历史 他这个人是非常不忘本的人 第二个就是说 他去西安 去参加黄帝林的祭典 这就表示 他的事非常明明确确的 像世人糟糕 他是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 这个是跟大陆 台湾留的是同样的血缘跟血脉 他这一点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讯息 所以大陆有媒体说 他从把这个两岸关系 从这个提高到民族的层次 民族的层次 本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在这个民进党长期的 去中国的话 教育之下 那么台湾年轻人 对这一点真的是需要 再多加强 对历史 对事实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他去 这个黄帝林 又带了20位 这个大酒学堂的这些 年轻人去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第三个去北京 那么大陆邀请他去的 你想想看 他是和平之旅 那他去北京 如果习近平不见他 效果是什么 结果会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他去见北 跟习近平见面 几乎是笃定的事情 笃定的事情 那两位谈什么呢 当然是谈和平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上一次去马英九 得到的民间 上一次他只是去记住 他也没有去谈 什么太多的政治 民进党就一直在为难他说 你敢不敢讲中华民国 马英九不敢讲 还讲了好多次 对不对 那这一次他去 我觉得基本上 以他的高度 还有他的国际身亡 他会对和平上 两岸和平 一定会有具体的贡献 我想最后 台湾的民意调查 会跟上次一样 给予他63%到70%的支持度 我想 会他给了一个机会 让台湾人民 再次表达 希望两岸和平的 这个广大 而且非常强烈的意愿 好 来问一下立将军 满有白趣 因为我看这个和平 我是不抱任何希望 大家看到这个 这则新闻 这个陈兵华 官方已经出来讲话了 就是说在金门 这个地方实施 实弹射击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3月18号 国防部做这个宣示 我敢讲 给休国证 100个胆胎 不敢下这个命令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设计的地点在哪里 现在国防部 说要设计地点在这个岛 这叫施域 对面那些高楼大厦 是厦门 那我问你 这边 照相这边过去 是小金门 是我们的 这个小金门手续 但你在这岛上面 做实弹射击 你说 你跟对方讲说 我没有针对性 我没有任何的这种 只是常态性的演习 你认为中共会相信吗 第二个 他设计的岛 叫蒙古雨 蒙古雨在哪里 就是前一阵子吵得很热 刘宫道 刘武殿水道 航道 他人家现在正在输郡 这几艘大型的输郡船 正在这边输郡 在这个时候 这个刘武殿水道 就是蒙古雨 跟这个大胆岛中间 就叫刘宫殿水道 你现在在这个 蒙古雨那边 做实战设计 你说你没有针对性 对方会相信吗 那前一阵子3月18号 这一则新闻 国防部公布以后 这个其实对岸那边的网友 已经炸锅了 已经炒翻了 但是这个中央部分 官方部分 一直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做任何发言 但是没想到 陈平华最后还是发言的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时候 你在那边做演习的话 那中共会不会相信 你后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1986年的时候 有一个反共议事 叫陈宝忠 从这个大陆那边 辽宁那边驾机 这个说 他说要投奔自由 就飞到韩国去了 那美国来讲的话 觉得很头痛 韩国也觉得很头痛 你来一个这个一个人 我等于得罪中共嘛 就叫做把 美国就好像把那个人 送到台湾来好了 就这陈宝忠 就从这个韩国 要送到台湾来 老共很生气 你知道老共做什么动作 你知道 所有炮艇开出来 去围护我们的岛 围护我们外岛的 其中一个岛 好 来了几艘船呢 来了二十几艘炮艇 每一个炮艇的炮口 炮一落下 炮口对着你 结果那个时候 我们岛上指挥官 那个指挥官 是一个上校指挥官 指挥官 我们按照战备规定是 敌人距离我六千公尺 我们就要打 打这个照明弹 趋力射击 但是那天 他们不敢打 因为来了二十几艘 炮都比我们 岛上面的炮还大 那大家不敢打 不敢打怎么样 那个炮艇就直接 毕竟我们到 两千八百公尺 到这么近的距离 就炮口对着你 然后对着岛上官兵 岛上官兵 当然不敢开炮 这一开炮就 就开战了 后来就 事情后来我们这边 也第一要处理就散了 但是散了以后 你知道结果怎么样 我们那个岛 那个据点指挥官 我同学 我自己的同学 差点被法办 说你没有按照规定 开炮打对方 那第一线的指挥官 是这样 你说这次来讲 你叫金门指挥官 我觉得旧自由从业 你叫金门第一线指挥官 他要不要开枪 你不开枪你法办他 他开枪的话 后续来讲 会不会中共的炮 你就直接两发炮弹过去 我觉得不要拿金门官兵 生命化药 不要拿来 把金门官兵的生命 拿来当做你们这些政客 炒作的题材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应该 蛮久去这一趟 希望带来和平 但是蔡英文 你心里怎么想 这个赖金泽 你现在心里怎么样 你希望 事情越大越好 惊吓水域 已经闹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现在居然在这边 要做实战设计 你叫对方陈兵华 现在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后续 四月份马上 整整要打一个月的时间 各个里早都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四月份 可能两岸才开始 可以看出来 到底有多热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